刚才你提到旧经济股份 在6月初大家可以留意着 潘潘问388 问港交所 之前也做得不错 但他看得高一点的目标 他问可否上到500元的水平呢? 暂时到500元其实也不是很远 对于大戒股来说 十几元 有没有机会呢? 最关键是在第二季尾冲线 即是到6月 整体的成交能不能够上升 我经常觉得港交所 是一个比较透明度高的股份 因为它的业绩是很简单 每天看到成交額都知道大概是1、2 但其实之前那棍 最主要是之前有些证换上任 也冲敬A股做好 理财通的开通 所以这个消息也会比较正面的 带动在之前的升十比较急 但其实刚才那条问题也提到 根据职休股也好 或者升势急的股份 去到一些技术水平 比如说 你看到的股份 之前说到4月5月初时 是500元的挂口就冲不破 暂时的500元能不能够达到呢? 我觉得现在虽然不是差很远 但我觉得暂时短线的机会 动力未必太足够 除非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真的理财通正式落地 有个开通日期 还有有细节 现在暂时都没有 对,暂时都没有太多细节 什么时候公布 还有接着会有些 真的有些很大型的新股 可能这些都是利好因素 但最主要归根究底 最终都是看究竟 说到第二季4、5、6月 或者再到第三季初 那个成交能不能够达到呢? 我经常觉得 你要回到今年第一季 成交的水平是很难的 现在有微升的 即是去到1700亿左右 比起1200亿或1400亿的时候 是很低的 但你给回到第一季的情况 真的超远的 所以第一季 你看到去年 今年第一季的股价 真的非常英俊 但接着就无以为计 亦因为受到新经济股的意愤 大乱士了 所以我觉得暂时 短线的动力 是会站稳 但是可能会不会冲上500亿 暂时还需要等待一些因素 可能股价短期 好像是在三月到四月底的阶段 每天可能是5、6、7元上落 可能会比较悶 是 是